国家法院设立纠纷调解中心 鼓励庭外和解 为争辩双方节省时间和费用 中心将通过寻求诉讼以外的各种纠纷解决途径 及时处理公众的纠纷 中心除了将简化交通意外和个人伤害所赔的处理程序 也会利用网络视频沟通软件Skype进行调解 大法官梅达顺为国家法院纠纷调解中心主持启用仪式时表示 有效的纠纷解决替代途径 不仅能为当事者省下时间 也能避免负担额外的法律费用 梅达顺也宣布将从今年5月起向涉及6万元以上的民事索赔案征收调解服务费 但其他推示所长继续享有免费调解服务